它的整个座椅的布局变化非常多 同时呢绝对空间非常的足够 它是一个真七座的车型 真行啊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一探究竟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福特的4S店 为大家实拍一下最新的瑞JL两驱时尚七座型 因为这台车呢近期才上市啊 那么指导价是22.98万元 但是呢由结合终端优惠之后 它的裸奢价可以来到20万元以内 搭载了2.0T高功率发动机 并且呢现在虽然它是入门级的车型 但是已经标配了七座 也就是说现在福特瑞JL呢全系都是大七座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详细看看 这台车的综合产品的表现究竟如何 好那么首先外形尺寸方面 这台车呢定位是中型SUV 但是它的车长达到了5米 轴距呢接近3米2950毫米 其实按尺寸来论的话 它已经几乎是达到了中大型SUV的入门级标准 那么所以说呢它的整体外观造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跟我1米85 95公斤的体型比起来 还是非常的高大魁梧的对吧 非常符合我们中国人以大为美的喜好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车内啊 首先必须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实派的这台车呢是 两驱时尚七座版 也就是全系最入门的车型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台车的整个内饰表现入门吗 一点都不入门对吧 材质皮革加缝线 然后上方是大面积的这种软性的糖素材质 手感非常好 侧翼全部都有皮革加缝线的包围 腿靠上去呢也不会疼痛 所以说整体看起来 我觉得是有一定豪华感和科技感的 而且它在屏幕方面可以看到 前方是一块12.3英寸的仪表 加上一块13.2英寸的中控屏 如果你再高一个配置的话 就可以获得那个直接拉通 拉满的27英寸的屏 不过无所谓 还是那句话 作为入门车型 它目前看起来一点都不入门 应该是做的了入门级豪华 那么在细节的配置上可以看到 它的系统呢是没有任何阉割的 用的是福特的Sync 2.0的银机交互系统 并且呢全系标配NNC的主动降噪 并且呢全系标配这个全景大天窗 带全遮光的真相连 全系标配 全速域自信巡航 以及L2级驾驶付出 并且呢主驾副驾 以及后面是标配的三驱空调 大家没有听错标配三驱空调 好接下来我们来到后排啊 可以看到 刚我们在外面有聊过 它的轴距呢是2950毫米 接近3米 实际腿部空间表现 第二排的话 在我们调到最靠后的情况下 有三拳左右 那么调到一个比较靠前的位置 也有一拳左右 也就是它的调节幅度呢 大概是两拳 那么我们最慵懒的状态 坐起来就非常的舒服了 而且它的座椅靠背呢 它是可以支持角度调节的 我们可以轻易的获得一个 非常宽敞 非常躺的 非常惬意的坐姿 同时呢 刚刚我们在前面提过 三驱独立空调 我自己想多冷多冷 想多大多大 而且它的出风口呢 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和B柱是最靠谱的 然后不会吹伤你的膝盖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排 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 可以看到前面第二排的位置呢 我是调到比较靠前 但是不是最靠前 腿部空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还有一拳左右 而且呢 这台车其实除了这个232的布局 它还有223的布局 也就是第二排双座布局 所以说呢 它的整个座椅的布局变化非常多 同时呢 绝对空间非常的足够 它是一个真漆座的车型 好 最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台车另一个非常香的点 就是它的动力总成 2.0T高功率发动机 加8AT的一个组合 那么这套组合呢 是185千瓦 252马力 378牛米 这个流举数字的话 在同级别的高功率2.0T 纯油发动机里面是非常领先的 并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机舱这里 空了一坨对吧 那是因为它还有2.0T 易混动的车型 那么那种车型 它的马力会更大 超过300匹 但是 不管是混动 还是这个纯油的动力总成 它们都只需要加92号油 好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么这台车呢 全系标配2.0T发动机 大马力 大流举 此为浓厚对吧 那么这台车呢 尺寸非常大 空间非常大 并且呢 入门级的配置 像三驱独立空调 NC主动降噪 RG自驾辅助等等 以合资车的标准来说 也非常的香 对吧 那么此为香 所以这台车 以目前20万元以内的 终端裸车价来看 真的是又浓又香 所谓浓香型 也就是这个意思